已经遇到近点危险了 它这个位置肯定是走不掉的 直接一颗手雷解决掉 这把CTG又是开局不利 你看CTG它正好是在第八名 所以这个对它来讲还是影响挺大的 仔细看看飘柔也是在第九名 这分差也是比较危险 主要它分差也很小 对吧 虽然飘柔是有这个名额的 但是它如果失去一次PGC积分的话 还是影响挺大 这把悟空的站位也是超级分散 你看它这个分彩 其实之间是互相没有任何的支援 它这种分彩的话 初期就是它在中期 如果吃到圈形合了以后 你别说它这几个点还有机会 对 这里的话FM过来是遇到了时期 在城里面两次队伍都是在初期 就是选择战程 是的 世界开车走了呀 是的 这在城里面肯定 这种复杂地形下就不打了吧 初期 FM应该没想到城里面 就是说会有四个人在这里面 一般来讲的城 可能大家就分彩看看信息什么的 对 城本身是没什么信息的 而我们看到这里RBS和CBG 因为掉了一个天天 一个闪打过来 侧身枪线已经被拉开了 这几乎无法反抗 这不是太局限了 没有一丝反抗的能力 航尔歪在烟雾里面的话 也是一个残血 没掩体 然后侧身又被对方拉开了 就算你咬了 是的 你看这雷也过来了 也往烟里灌雷 这位置非常明确 是 基本算是完美拿下吧 直接假言 哎哎哎哎 有机会了吗 差点被捕 是的 捕枪就队友许生这边捕枪还是很快的 是的 DT上场比赛就开始快乐 这场比赛我们看继续扮演一个快乐角色的 但是被干掉了 是 他去冲了天路啊 DT要继续的摸过来 赢架也掉了 Smo City摸到高点 剩这两下还是挺准的 是的 Smo City摸这里过来一个人被夹角上线打 一个过来 这天路 虽然说不应该就是不想要碰到这种 悟空也是一个不好惹的 这天路啊 本场比赛同时得罪两位大佬 对 悟空也就看了一看 对吧 他这分彩离得有点远 对 他基本上吃掉这里的信息就可以了 嗯 天路吃到这个信息以后 直接要把毒籃给拔掉了 反正没顺位了 但是这个分贝别人拿了 但是SMS贴过来 这这波可以打 变成了一个换分大战 是的 张德胜 头上先借一个补掉 直接踩到房顶打两个 有机会的 漂亮 这是来自于哀流的击倒 然后赶紧把这个头抢掉 哎呀 头没拿到 现在另外两个人被限制在这个房间里面 是的 加强不用着急的 队友反正在进点 没问题 哇 那这样的话天路还是挺 乐意看到 可以接受 这样的情况的 对吧 这个圈首先顺位很低 现在的情况来看的话 要看SDG 能打几个下来 哎呦 很危险 阿桐木也被另外一侧击倒 这个不太好扶啊 要丢一些烟过去 这个切脚过来 把小海叫回来 对吧 现在队友集合一下 最重要 菠菜这边是被索菲亚给打下来了 想补 记上多么的不匹配啊 真的 队友不能分一个背禁出来了吗 这种感觉像 就像什么呢 就像我跟我老婆站在一起 大家就觉得我很有钱 并不会打出般配 OK 是吧 这种感觉吧 这种感觉 这要多发现自己的优点的 周恩老师 那确实 我其实有一些优点 大家可能平时观察不到 但是呢 就是这个 我自己知道就好了 OK SG在这位置也是比较被动啊 他们现在在烟雾档里面 扶人就是 他现在想要保一下车 主要是被边上的人盯着 上他车这个位置不能扶了 这个天路就是 竞圈过来 哪哪都是人 这海边公路 一向都是有人在卡的 是 天路呢 还好是有一只脚踩的 射程吧 我觉得这里啊 这个黄自龙扶人 小左往右边拉点 好 这马哥 马哥很关键 先顶一个天地地 而且这个位置的话 对方还不太 站位确实有点针对 Pero 补掉 有个车 挡住西五五枪线 之前出过枪的 人给打了一个背身 然后补掉 这波石器有山顶的信息 为什么没往刚才放掉的位置去呢 是 小北切了一个 打的话双方各有损耗 对吧 如果而且在这个位置 由于圈形的话 切得太远了 对 他其实后续 竞圈 就算打赢了竞圈 有点难度 不过小五地点 先把眼圈的事情解决掉 连打两个 是的 RBS只剩下一个Hart 打不动了呀 走了 这位置可能会撞到苏九脸上 已经点了 点了这位置 苏九过来 苏九没有去跟他打 单挑球稳 Pero也来了一波冲锋 是把DDT给冲掉了 先干的 我没有注意看 没有看右上角信息的顺序 我感觉应该是 先干的二楼的 再干的七五五 有一说一 这Pero打这种 我们感觉可能要绕开的团 人就位置可能会被别人接 如果不轻的话 就确实也是有隐患的 对的 这隔壁邻居坐出来还是不舒服 天霸转移过来 这路上 零术 大树老师落地先掏口锅 看看想封烟的 结果切错了 是 黄猪龙被对倒 倒的位置暂时不能动 有点准的马哥 是的 马哥一波走 把泡泡给逼回 天霸直接压进点 其实对于Pero来说的话 静点压力确实有 嗯 但是对方还且战且退 现在小左去扶人的话 马哥静点要顶两个 七七和龙斯格尔 真的 那换神把自己的撞到了 啊 有些小意外啊 应该问题不大在圈面 马哥这边被排到了 闪光弹已经扔到脸上 马哥快救马哥 坏了马哥这个位置顶不住了 直接被放打 小左过来 龙斯格尔七七 静点两个人的发挥 确实很猛啊 非常凶狠 是的 龙斯格尔被击倒 黄之龙目前是 也是半血 七七刚打起要来 这个只能看七七静远 守住了 应该问题不大 只剩圆点的 是的 张作可以扶 那可以扶一个七七来 嗯 泡泡 刚刚打起要来 这个蓝圈伤害已经挺高了 另外一边我们看 CG终于出来清STG了 好的清掉了 CCG是把STG给打掉 那静点威胁拔除 包括这个圈形的话 其实也是稍微偏左一点切过来的 是的 他的位置还在圈里面 算是一个 闹了 静点 脚不上很响 他不知道男的吗 通过坏了一个侧身 只剩下了娇阳 现在回过神来 来来往后撤 他有充足的空间活动 感觉比这个位置呢 也是比较边缘 CG听到这个消息 可能是死守这个大厂 是 踏边了 对 可战可退的 因为他那个位置 ZYY是在牵 他有选择 但是GC Baby怎么就被放倒了 这个位置 扭动的过程中 牛海比一波集火将它放倒 然后哪里寄到哪里进圈 他们直接从那个地方顶 是的 选择就不一样了 他可以过来进行一波反卡 但是还是选了厕所 这个位置有点被夹 牛海比 感觉他这个位置站过来的话 就是有点想去看一下边缘 因为就是HQ的这个情况了 是的 忽然走到了一波没有车的飘柔 嗯 一波远程穿射 将飘柔打得只剩小佐一个 而且小佐还进不了圈 再往前走 入两口 结果两手再打远点 没事 有马美丽手 哎 分没拿到 哦 被篮圈给带走 悟空生气了 嗯 你这样不会也惹到悟空吧 这不给分 而且倒了以后被抽了几枪 这个血量更难以去服了 我的手 是的 过去了 HQ竞圈的时候是跟I7有些摩擦 I7可以贴到马路旁边的反鞋 说挺边 但是呢选择很多 他可以选择打的方向啊 加上他的枪线是有配合的 烟刚起 巨人还是K掉了 是的 JP现在在半山腰这个位置啊 他在观察HQ那边 找机会拿下HQ的分数 对 但是这个背身呢 悟空的枪心一直在骚扰 WCG的先生也在骚扰 JP如果看到NUHP的动向的话 他应该是会更注意NUHP这一侧 但是背后悟空摸过来了 悟空 摸了个小童 距离已经有些危险了 但是小童那个位置很能服 嗯 悟空现在 这个满边队开始交手了 对 好凶啊 马美丽先放的一个白龙嘛 而且秒的很快啊 这枪 对接了对方最近点的一个人 那这个人是没有CCCG 这条进攻路线 其实就不太沉默了 哦 NUHP那边已经倒两个了 是的 马美丽这边也是防住的第一波 是 匹克男很残 赶紧打药 看索维亚能不能 啊 又被炸倒了匹克男 过点 这双方 就是CCCG和悟空两边的争夺 还是非常激烈的 FM来了 很关键的一波 FM正好找到一个侧身 直接瞬间将分数全部收掉 CRAZY 112 直接收割了悟空 CRAZY crazy Easy easy 我们这个赛季终于等到这个机会了 是的 铁波挺重要的对方们来讲 他一下打出了一个空间 关键时刻什么 刚刚I7和NUHP战斗 就是没掉完 哇 张金海这场比赛的信息 真的是可以啊 没有问题 是的 张金海 来了 现在靠枪解决 一切问题 拆枪 打倒 但是自己倒了一个小海 又倒一个112 只剩下Summer Summer Summer这里位置有点弱势 吃蓝圈伤害 可能是考虑不给分了 有点难进圈了 是的 没看到 小主动去找 还是看到了 对 我I7淘汰掉了分 还能把Masters给扶起来 一波17居然是没有做动作 可能也是考虑到自己的位置 太差了 太差了 他忍了 他一旦动的话 旁边CCG估计也会开枪 是的 你看他趴的地方 小五身边无言及啊 他是幻影坦克 确实 老橘怎么 老橘怎么没了 这什么情况 他突然在地图上消失了 刚才倒地的不是Monster吗 原来要看兄弟们的了 A7一个小高点 他一直在找人 他没找到 他过了这个坡 可能就要被17打了 现在没人去看17 是的 17有两个人动起来了 原点两个人动 应对 倒了个小北 苏九打赢了 先不然 这个时候 A7 看小五弟弟近点 近点还在等 他等这个A7的人过坡 是的 这个过坡的话 其实对于A7来说 也是非常威胁 苏九没有掩体 这个点位被放倒 是的 没有掩体 是2打1打1 还没有找到小五的位置 先 在对方的一个视野盲区 刚站起来被看见了 对方是有防备的 远处Sofia 第一次站起来 还在后面等 打一个Sofia 单挑 1打1 双方掩体差不多 打闪 什么情况 没问题 CCG最后稳住了局势 八杀吃鸡 Sofia最后 1穿2 1穿2